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神網第一線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看看訂閱狀況 魔言編輯部靜岩部沙冷氣 以及主持人的個人頻道 希望大家也要訂閱 也希望大家可以幫忙 把直播節目和節錄分享出去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講一下英國那件事 英國那件事起碼要講兩至三節 如果你覺得英國那些事不關自己的事 那就算了 聽聽別的事吧 無所謂的 那好了 現在的情況 現在要講一件事 英國那邊 有人就叫這件事做內戰 哈哈哈哈 這些是言過其實或者叫做標題黨 我真的很坦白說 我們有網友在英國 Line King 88 是在英國的 現在在英國發生的事算不算內戰 那麼 網友其實有一個 我認為 一個 實地觀察的優點 其實很多網友都是世界不同的地方 尤其是神網第一線的網友 很多都是不同的地方 那現在 那現在 究竟英國打內戰這件事是哪裏來的呢 那 最早講的人當然是Elon Musk 這個電動車救世主Elon Musk 他就說 英國打內戰 是無可避免的 哈哈哈哈 那我就告訴你 這件事是不是無可避免的 現實就是 如果你說英國打內戰是無可避免的 美國 就一早就打內戰了 現實的情況 在英國 他們非法移民的問題 絕對沒有美國那麼嚴重 我講過實情 那些人 只是亂說英國是內戰 你說英國是不是沒有問題 我就告訴你不是 英國是有問題的 但是 遠遠不是內戰 為什麼說遠遠不是內戰 雖然他們有不同的地方有暴動 現在的情況就好像 突然之間這幾天 就有不同的足球賽事 足球賽事之後 就有一些人出來暴動 現在的情況就是類似是這樣的 類似 但是原因就不是 足球 是其他原因 究竟是什麼原因 這個遲些會說 現在先講一個表象 當然有人說 現在英國內戰很嚴重 其實我昨天已經說過 住在英國的人 其實很多人都認為 根本是 事實不是那麼大問題 租消他的 家人都是在英國的 我也說過事實 我們有網友 很多人都在英國 蘇琪也是在英國 他那裡就很平靜 蘇琪就說 其實 我昨天說過核心的情況 你一定要記住 大家一定要記住 媒體永遠都是誇眾取寵 將社會發生的事 放大 呈現在你眼前 你說英國是不是很危險 我就很坦白說 因為我自己也有親戚 有朋友在英國 有人在倫敦 有人在Birmingham 有人在不同的地方 他們很多人都沒有 我告訴你 真的 所以最好就是不要打給英國的朋友 跟他問他有沒有事 別人會覺得你傻 我提醒大家 這是事實來的 不要覺得 一看到電視那裡 英國 很嚴重 現在打得很厲害 其實他們那個暴動的規模 我可以差不多百分之一把肯定 沒有香港那時候那麼嚴重 事實沒有香港那時候那麼嚴重 香港19年的時候那個暴動 那個實際情況 是比英國差 當然現在有些人說不是 他們燒了酒店那些 燒了酒店 燒了警車那些 不是什麼大件事 這樣也不大件事 是啊 全部是保險賠的 在英國是 Line KK88說2011年就更加嚴重 Socom是英國的 他都說認同 其實 我講這些事之前 大家要記得 神邦第一線 我講了很多事之前 我會先向當地的人核實了一個問題 我是不會誇張這個問題 是多嚴重就多嚴重 我就說回現實給大家聽 其實這次陶傑說的話 又不是完全錯的 其實陶傑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很討厭這個人 我很討厭他的言論 尤其是他說什麼 小龍DNA 我針對他的行為一定要記住 他講小龍DNA 中國人就是小龍DNA 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些是歧視性的言論 陶傑的屁股 他最有問題的就是 歧視有色人種 以及歧視 中國人 因為歧視有色人種 包括歧視中國人 他就是講中文去歧視中國人 這條陶傑是 圖件是 這些人是很糟的 VR2ZGD就說 如果要問除非你懂得尋求 庇護的那些香港人 唉 你也要明白一件事 那些是很少數 VR2ZGD你要明白 有幾多個在英國的香港人 華人是尋求政治庇護的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要被某些東西誤導了 VR2ZGD 你要量化一件事 其實在 英國的唐人 包括香港人也好 國內人也好 其實現在是不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那我就告訴你不是 沒錯 有些尋求政治庇護的那些人 可能是受到一些衝擊的 但是他要撞到正才會 因為不是所有 等著政治庇護的人 都是住在酒店 不是每間的酒店都是被衝擊 你要記住一件事 要明白事實是怎樣 你一定要想清楚那個事實 你不要 一看到這個標題 你就覺得他那裡很糟糕 現實不是這樣 又是內戰 這件事是電動車救世主先說的 電動車救世主也是一條九甲四 現實就是 他見到那間公司的股價不行 他又說要做Lobotaxe 那些事情 那些事情還不做出來 每次都拖了一大輪 好像之前那個Cyber Truck 搞了多久 Cyber Truck現在是做出來了 但是他遲了多少年 你也要知道 這傢伙有很多東西都吹大了 你說 移民問題 美國的非法移民的量 肯定比英國更多 美國還沒有一些制度去 管理這些 尋求政治庇護的人 他們那套制度很混亂 美國是 你殺了進去 小孩子和女孩子 可以去那些 不執法的地方 有不執法的地方嗎? 是有的 美國有多少城市 是不會執行非法移民的法律的 你自己去問一下美國人 孫昆也是美國人 他也知道 美國有多少地方 不執行非法移民的法律 即是捉非法移民的法律 是不會執法的 一個不執法的地方 不會內戰 即是Elon Musk 這樣說 Elon Musk 的公司在德州 他們是直面美麥邊境的 非法移民的問題 美國不用內戰 英國要內戰 傻的媽 是不是? 其實 斯基賢已經出來說了 說不會內戰 趙回Elon Musk Elon Musk 又趙回斯基賢 其實現實就是 根本上英國也不會內戰 這是 現實問題來的 你不可以說 其實不可以胡說 你說 還要是標題黨的 我能接受到 就像Elon Musk 的目嘴 胡說 其實是很賤格的 這個目嘴 你不要說我輸了錢給他 我輸了錢才敢說他 不是 他是衰格的 他說的不是事實 他推特放出來的有影響力 現在英國一定要打內戰 人家怎麼打內戰? 何虎就說 美國衝入國會山莊也沒有內戰 當時不是又是吹內戰 現在又是吹英國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的 你不要以為那些普通法的地方 那些 寧眾物王那些是真才行的 去到社會大動盪的時候 他們那些法院自己會埋葬的 別人 你不要以為 好像香港某些做法律界的人 他們說的那些是真的 香港做法律界的人 某些人說的東西是老點人 他們是老千來的 事實上當社會大動盪的時候 整個體制 都要去 處理那些 製造動亂的份子 是正常的 任何社會都會這樣做的 你沒有理由 不制止動亂的 一個社會是 這件事我是沒有雙重標準的 香港制止動亂 我認為是對的 英國制止動亂 我也認為是對的 這件事是沒有錯的 你明白嗎? SOCOM就說實事求是 這個節目一定是實事求是的 因為亂說是沒有意義的 是沒有意思的 我告訴大家 真的沒有意思 Nate Riefer 說 沒有有錢人出錢怎麼打內折 沒錯 打仗是要錢的 大家要記住 沒有有錢人會扔錢出來的 因為現在這件事在英國 也好在美國也好 兩個地方這件事基本上都是向有錢人傾斜得很厲害的 基本上是有錢人說怎樣就怎樣 這件事是幫有錢人度身訂做的 你說現在是否因為工黨想做一些事情 去收一些有錢人稅 所以才被有錢人搞一些騷亂出來 但我認為不是 我認為不是 英國的社會有其他深層的問題 為什麼他們那些極右 其實他們那些極右分子 有些人說他們不是極右分子 他們有意見而已 你可以這樣看 也沒有錯 他們有意見 但是他們用這樣的方法去表達意見 他們最後只是玩殘自己而已 因為 沒有一個地方的政府 沒有一個正路的地方政府 是會向暴動屈服的 如果你是和平示威抗議 採納民意這些是正常的 不是軟弱 如果全部都是和平示威 正座那些東西採納民意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我認為這一部分 如果別人正座站在這裡抗議 和平的形式去爭取 之後政府去採納一些意見 或者針對那些人的 聲音 去做一些妥協 這些是沒有問題的 這些是為人民服務的 但是如果你那套東西 已經是暴動的 好像現在這樣的情況 英國政府要不要妥協 告訴你所有正路的政府 都不會在這些情況下妥協的 為什麼不會妥協 因為一旦妥協 就不能回頭了 那Elon Musk這個有錢人的壞格的地方是什麼呢 他就執著斯基賢說一句 斯基賢說要保衛穆斯林的安全 其實 斯基賢說這番話是沒有錯 是沒有錯的 因為穆斯林現在就在英國被針對 所以保護穆斯林的安全是對的 但是Elon Musk的目嘴就針對斯基賢說這句說話 就說斯基賢亂說 斯基賢 只是保衛穆斯林的安全 而其他人的安全是不保衛的 為什麼要保衛穆斯林的安全 因為穆斯林正在被人襲擊 但是有些視頻 我告訴大家 我認為是假的 為什麼呢 就拍一些穆斯林 去破壞 一些英國的士兵的墳墓 為什麼我認為那些視頻是假的呢 因為有多方的訊息說了出來 那些視頻是有些人偽造出來的 因為那些視頻是蒙茶茶的 那些視頻是究竟破壞那些公務的人 是不是穆斯林 根本沒有辦法確認 你不可以將它假定是穆斯林做的 因為 穆斯林他們有做一件事 大家知道的 就是counter protest 就是反他們那些極有的示威 那些示威是很成功的 在有些地方他們組織的示威 就是多人過那些暴動人 他們趕走了那些暴動人 他們是很成功的 英國是 所以你說英國是很大的問題 我就告訴你 不要聽某些人亂說 有些人其實 心理是不平衡的 為什麼心理不平衡 我也理解 為什麼心理不平衡 因為 英國的政界 在19年的時候 他們在香港做的事情就不適合 他們在香港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即是暴動的時候發生的時候 他們說的事情做的事情 是很不適合 是啊 這是事實來的 但是一件還一件 那時候 英籍的政棍 英國的政棍說的話 現在是不是那些人執政? 不是 現在他們的暴動 是不是針對那些政棍做一些報復行為? 不是 現在最傷的是什麼人? 普通人 這個世界有一件事叫 冤有頭債有主 我是相信這件事 你冤有頭債有主 誰做一些壞事 你針對那個做壞事的人 對不對? 周蕭就說 施己營做得好 小藍就說 三萬多年 歷實不夠兩萬多點 制止暴亂 其實 最初的時候 一開始 是驅趕的 永遠都是 尤其是你遇到這些社會動盪的事情 基本上 從政的人 或者執政的人 一定要坐下 要等 事情過了 而且從政的人 這是政治基本倫理 在西方 從政的人 一定要和暴動的人切割 所以 19年的時候 為什麼香港是嚴重? 從政的人 連基本政治倫理都不懂 為什麼叫基本政治倫理? 某程度上 你所有人都是建制派 因為你都是收政府的 現實就是 你可以有意見 你可以有抗爭 但是一定要和平 當你搞到社會大動盪的時候 你打算可以在社會大動盪裡 混合到游泳? 不可能的 我告訴你 現在 在英國 連Nigel Farage 他明顯是極右政黨的代言人 他說話 他都要出來和暴動人切割 我告訴你 其實 這個Nigel Farage 他說的話 有沒有煽動到暴徒出來 他一直不斷說的話 其實就是 挑起人們的不滿 把不滿聚焦在一個族群的人身上 這個Nigel Farage 這個人做的 他做了這麼多這些事情之後 他在新近一條視頻出來說 我是反對任何暴動和暴力行為 你就可以知道 香港和英國 老實實實是沒有可比性 兩次暴動嚴格來說是沒有可比性的 因為英國的政界的人 沒有人實際上支持這些暴動 而香港在19年的時候 香港的政棍 有一半有多的人是支持這些暴動的 我告訴你一個現實 香港和英國的事情 就是 最基本的原理 都是沒有可比性的 基本上是沒有可比性的 兩件事 我先說到這裡 休息一會兒 回來繼續說英國報道的事情 休息一會兒 休息一會兒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